大家好 我們來講一下範例8 這實驗是這樣 它就是控制B的濃度 A跟B兩個反應物 為了研究B的濃度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所以它做了兩個 兩個系列 一個系列是B的濃度 控制一個大M 研究A的濃度對時間的關係 就是A的反應速率 然後再控制B的濃度改成兩個大M 然後再研究A的濃度對 濃度跟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這個 其實經過的時間 有沒有 最長也到0.05秒 所以其實時間不長 都是一開始而已 這相當於是 B的濃度 B的濃度 然後改變的時候對A出速率的影響 對A出速率的影響 然後所以呢 他說問你 A的濃度是1M還有2M A的出速消失速率 那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A的濃度 濃度對時間關係圖 它斜率是固定的 那表示它的速率是固定的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 第一題 好看一下第一題 第一題 當B的濃度是 B的出濃度是1.0M 那A的 A的反應速率 消失速率是多少 那單位時間 那這裡 0.05秒 0.05秒 單位時間內 A的濃度變化 0.10 A的濃度 從0.1 然後對過來 這也是0.05 所以 0.05 -0.1 取一個負號讓它變正的 所以等於0.05除以0.05 就等於1.00m 每秒鐘 這是第一個 B的濃度1m 那A的消失速率也是1m 每秒鐘 然後呢 當B的濃度是2m 然後A的消失速率 等於多少呢 一樣代公式 用紅色的來看 這個B的濃度2m的時候 那A的濃度從0.05到0 經過的0.025 注意這個是1 這個是2 這個是3 0.025秒 濃度變化 濃度變化 0.05變成0 所以 0-0.05 取一個負號 m 所以呢 等於多少呢 等於2.00m 每秒 好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當B的濃度 從1變成2 那A的消失速率 也會從1變成2 這樣OK 所以 就可以看得出來 第一個 B的濃度變2倍 那A的反應速率也跟著變2倍 所以 第一個 R正比於 B的濃度的一次方 因為B的濃度變2倍 反應速率跟著變2倍 但是 那A的濃度對速率的影響 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 不論是這第一個 還是第二個 怎樣呢 A的反應速率都是固定的 A的反應速率都是固定的 濃度對時間關係圖速率固定 那速率固定表示 A的濃度 A的濃度跟速率無關 所以這個應該是 0次方 A應該是0次方 所以這個反應速率的定率是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R 就等於K 乘上B的一次方 A是0次方 不用寫 那反應總極速就是一級 一級反應 這樣OK 那第三個 由A的消失速率 計算反應速率常數 那反應速率常數 這個R R呢 等於 多少呢 比方說我用這個 我利用這個第一個來好了 用這個第一個 我先 我用這個第一個 用這個第一個數據 R等於1.00m 每秒 那就等於常數K 乘上A 乘上B B是1m 1次方 所以K 就等於兩邊都是1 所以是1 那兩邊都有M消掉 然後呢 秒分之1 單位是秒分之1 所以K等於1 然後每秒 這第三小題 第四小題 當A的濃度0.08 B的濃度0.1的時候 A的消耗速率是多少 那 A的消耗速率 其實我們剛剛的這個A 反應速率就是A的消耗速率 那就等於常數K 就1 每秒 K乘上B的濃度 0.1m 等於次方 所以它的消耗速率就是0.1m 每秒 那這一題就是這樣子 再往下看 再往下看 好 那這一個呢 他說呢 有一個氣象中的反應 然後這個反應的數據是這樣 這個SY2是反應物 那這反應物呢 是這樣 每經過DOTA-T都是30秒 經過相同的時間 那它的濃度呢 濃度是怎樣 1 2分之1 8變0.4減半 0.4變0.2又減半 那換句話說呢 這個呢 DOTA-T相同 然後它的濃度成等比 那我們說這個就是一級反應 好 我們說這是一級反應 那減半所需要的時間 這剛好都是怎樣 都是30秒 一級反應半生期是固定的 好 所以呢 最後他說從0.8變0.05 要經過多少時間 那這個因為它沒有多少 所以就直接想了就好 用寫的就0.8變0.4 變0.2 變0.1 然後呢 再來就是0.05 所以經過幾個半生期呢 一個兩個 三個 四個半生期 所以四個半生期 一個半生期 一百二十秒 總共經過 一百二十秒 那這題就做完了 好 那 這個是這樣 這個還有另外一種 計算方法 就是說假使 它給你的時間 不是等 等時間 那你看不出來 是不是一級 那我就需要用什麼呢 我需要用平均速率法 平均速率法 好 那平均速率法是這樣 就是R 平均速率 等於K 乘上平均濃度 的X次方 這樣可以 好 那我把它帶進來 比方說這個 0到30秒 然後列個四字 所以它的平均速率 R呢 就是 30秒分之 濃度變化 0.8變0.4 直接減 變0.4個大M 反應平均速率 那就等於K 乘上平均濃度 好 然後呢 從0到30秒 它0.8M變0.4M 所以它的濃度 就是這兩個 0.8跟0.4加起來 除以2 當作平均濃度 好 這兩個一個四字 那這個四字 沒有辦法解X 因為有兩個位置數 所以再列第二個四字 30到60秒 R呢 經過30秒 濃度變化 從0.4變0.2 所以差了0.2M 乘上平均濃度 好 那平均濃度 就是呢 從0.4變0.2 所以0.4加0.2 給它除以2 好 那你注意哈 這裡 二四 兩四相處 把K約掉 所以 一除以二 一除以二 那上第一四除以第二四 第一四除以第二四 所以得到這一個 二 0.4除以0.2等於二 然後K跟K K跟K就怎樣 K跟K就約掉了 那所以等於多少呢 這裡 抱歉這裡 這裡 二跟二也約掉 上面是1.2 下面是0.6 好 所以呢 1.2除以0.6 括號 的X次 好 可以哈 所以呢 2等於2的X次X等於1 好 用平均速率法可以解出來 它是 一級反應 好 所以呢 這個如果它有要求你 好 那解釋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用平均速率法來算這一題的答案 它是一級反應 好 第二個 半生期是幾秒 半生期 剛好每一次減半都是30秒 所以一級反應半生期是固定的 好 所以這一題的半生期就是30秒 那第三個 濃度0.8變0.0 剛剛講過了 就是直接用響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呢 看一下 沒有了 先講到這裡